文化名人马家辉,小时候被称为衰仔,追女孩会当众出丑,跟人打扑克从没赢过,还常常莫名其妙受伤。 周围的人都笑他运气差,他也自然天生倒霉,做什么事都畏手畏脚,甚至患上了严重的恐高症。 无数个灰暗的日子里,他靠阅读排解寂寞,尤其爱读名人专辑。 读得多了他发现,了不起的大人物也免不了会走霉运,但他们从不自暴自弃,而是凭借自信与乐观,将坏事扭转成好事。 他恍然大悟,原来运气是可以改变的,一个人相信什么就能遇见什么。 从那以后,人家再叫他衰载,他总是置之以笑。 他还大胆去尝试喜欢的写作,相信自己迟早会被好运眷顾。 大二那年,他顺利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。 刚一毕业,他又当上了知名媒体的专栏作家。 成名之后,他还转型做了节目主持人,一路走得顺风顺水。 谈及自己的转变时,他说,衰是一个漩涡,是一种力量,会把人卷进去。 但心念一转,凡是往好处想,我们就能一点点把自己拽出生活的沼泽。 《力量》一书中也说,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磁场环绕, 无论你在何处,磁场都会跟着你,而你的磁场也吸引着磁场相同的人和事。 一个人的运势或好或坏,皆由自己吸引而来。 受了错就一直消沉,碰到坎就止步不前,注定一辈子都甩不掉厄运。 学会积极看待人生,凡事不往坏处想,命运方能往好处走。 人间值得的作者《中村横子》曾对婚姻抱有很高的期待。 婚后,她的丈夫却不求上进,事久成性,对孩子也不闻不问。 她不甘心,总是愁眉苦脸地哀叹命苦,喋喋不休地数落丈夫。 久而久之,她身上散发的怨气,使这个家的氛围无比压抑。 丈夫更加厌烦回家,成天在外花天酒地,欠下了一屁股债。 为了养家糊口,她只好出去找了份工作。 职场竞争激烈,她上班时不敢分身, 下了班还要继续学习。 忙碌的生活使她感到充实,丰厚的收入更令她心情愉悦。 渐渐地,她嘴里的抱怨少了,脸上的笑容多了。 她的积极转变,令生活颓废的丈夫深受感染。 丈夫开始主动反思自己,慢慢改掉了坏习惯。 最后,她不仅保住了婚姻,还成就了一番事业。 心中有一句话说,人生一切的不幸,没有别的原因,都是由自己的心灵吸引而来的。 是无休止的倾诉不幸,牢骚不断的那颗心,换来了不幸。 很多人事业不顺,与人不舒适,总爱抱怨上天待你不公。 但实际上,那些糟心的烂人烂事,都是被你的负能量召化而来的。 人心不过拳头大,装满了叹息与怨言,便成补下好运与幸福。 拔掉心灵的毒草,切断负能量的传递,你的生命才会由因转情,重建艳阳。 老子说,君子有造命之血,命有我力,福有己求,祸福无门,为人自招。 一个人的命运好坏,自己说了算。 人的正念,可以构建自己良性的磁场,而负面情绪和言行,也会让你身上的磁场变弱变差。 你只有改变自身的能量磁场,才会吸引到美好生活的一切。 一,少负能,多负能。 很多人遇到生活中的不如意,总是忍不住长须短叹,可怨言一旦出了口,就会化为可怕的诅咒,把日子搅得天翻地覆。 画家朱九梦二说,你总是挂在嘴上的抱怨,将会成为你的人生。 你老是责怪伴侣没出息,处处看他不顺眼,那么他大概率不会有所作为。 你频频呵斥孩子不听话,拿他跟别人家孩子对比,反而会使他更加叛逆。 你总爱吐槽,工作没前途,有点委屈,便自暴自弃,上次就更不愿意提拔你。 爱叹抱怨,会破坏你周遭的磁场,将你拖入深不见底的黑洞。 静下心,沉住气,赋予自身正能量,笼罩在你头顶的阴霾,才能慢慢烟消云散。 二,少否定,多肯定。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,叫自我实现预言。 吉人的一切行动,都会受到潜意识的影响。 消极的念头,可能让你诸实不顺,积极的想法,却能让你一路畅通。 李开复刚进微软公司时,特别害怕说错话,给领导留下坏印象。 第一次向总裁比尔盖茨汇报工作前,他焦虑得一整晚都睡不好。 为了平复情绪,李开复一遍遍对自己说我真的很棒,我一定可以。 正面的心理暗示,给予了他一份自信。 到了发言那天,他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,流畅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,获得了盖茨的欣赏和认可。 人很容易被自己的语言催眠,不管是贬低还是赞美,说着说着往往就成了真。 懂得自我欣赏,自我肯定,创造一个正向磁场,方能把生命带入良性的循环。 三,少空想,多行动。 吸引力法则中有一句话说,我想什么,我就能得到什么。 正面的想象,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磁场环境,然而没有行动,再强的一年也是一场空想。 日本首富孙正义从16岁起,就立志成为日本排名第一的企业家。 他没有坐在家里空想,而是把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列出来,再逐一进行市场调查。 最后,孙正义选择了计算机行业,按部就班的深耕了40年,终于达成了愿望。 任何完美的计划和目标,没有行动做支撑,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 提高行动力,在意念与现实之间搭起桥梁,你想要的一切才会分塌而来。 四,少计较,多感恩。 企业家道圣和夫,年少时曾向一位高僧请教人生之路。 高僧告诉他,要多说难慢难慢,意思是谢谢。 他当时并不理解,但还是听话照做了很多年。 而一声声谢谢,让他收获了好名声,遇见了更多贵人。 他后来感慨,本来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成功,但最终我却成功了,这一切都源于两个字,谢谢。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,他的福报自然会不断增长。 作家朗达·拜恩曾指出,感恩背后是一个人的心音系统,能激发心灵的无限能量。 你对什么事情心怀感恩,就会获得什么能量加持? 付出爱,就会得到更多爱,给予感激,就能换回更多帮助。 少一些计较,多几分感恩,你会发现所有的温暖,最终都会回馈到自己身上。 五,少损友,多亦友。 有一家杂志发表过一项研究结果,人类的大脑不仅能感应到磁场,还会对其做出反应。 也就是说,你的磁场会与身边人的磁场相互影响,你跟谁在一起就会活成谁的样子。 作家张芒为了进步更快,想出了七个人无法,就是去找七个不同领域的大咖,分别学习他们身上的闪光点。 进入正能量的磁场,让他改变了思维方式,养成了很多好习惯。 他坚持早起多年,出书,做演讲,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。 巴菲特说,你最好跟比你优秀的人混在一起,这样你将来也会不知不觉变得更加优秀。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,其实是一场场能量交换。 择善而交,圈子选对了,生活才有变好的可能。 花言经有云,应官法界性,一切为心造。 人生境遇的好与坏,都源于你内心的磁场。 你的生活态度越积极,内在能量越充足,围绕在你周遭的磁场就越强。 它会在冥冥之中,引领你走向更宽广的未来。 控制好心念,修炼好心态,余生的每一天都能阳光普照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